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失眠 失眠在八字里面 其实他是属于一个水受伤的一种情况 他是属于水受伤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 假如你的一个八字 有水受伤的这一种的情况的话 其实你就很容易会失眠 为什么水会跟失眠 会有相关的一个特质 是因为水他是向下流的 他是往下的 所以当你的八字水被破的时候 就是这个水被磕掉了 受伤了 向下的力量就会很低 很低的话 各位我们都是躺在床上睡觉 就是向下的一个意思 结果你向下的力量不见了 是不是 就会在那边翻来翻去 自然就容易是失眠 所以说你八字只要有水受伤的一个情况 会非常容易失眠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